其实它会帮助你身体是比较挺直的 喔 比较脚骨 对 听说爸爸练了之后 体态也变好比较挺是不是 比较挺起来 对 他就是被朋友说 欸 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有精神 人比较挺 而且看起来好像肚子就变小了 喔 这很重要 真的 大家一看就 欸 你整个人好像不太一样喔 欢迎来到如果云知道 高年级生的大小事问凯云就知道了 我们今天要教高年级生做重训 欸 你可能觉得 喔 高年级生有办法做重训吗 今天有小撇步要告诉大家 而且可以让大家远离可怕的鸡小症 如果你已经看过这个影片 想要跟着做运动的话 就转到这个秒数 欸 如果你不知道 怎么样快转到这个秒数的话 欸 就在这里喔 我们之前也教大家 怎么样把你的影片给快转 那么 你知道吗 40岁以上 每一年我们的激励就这样 慢慢的下降 慢慢的下降 所以现在啊 哇 好多年轻人他们喜欢做重训 变成一个大流行了 可是高年级生你不要先转走喔 60 70 80 珍珍 你说 不管到几岁 开始做重训都来得及啊 对 其实我带我爸妈 他们是从60岁的时候 开始做重训的 后来的话其实写了一本书 是想要推广给高年级生 他的书名就是 40 50 60家的增肌慢老重训科 所以爸爸跟妈妈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做 有几岁 就是60岁 大概58 60岁 以前都没有做过吗 其实没有 就慢慢这样进行 然后你看了光这张照片 深蹲 蹲得这么低 手上还拿着这几公斤啊 这个的话那个时候拍摄5公斤 不过我爸爸妈妈都可以拿到12.5公斤了 哇 所以让大家好期待喔 可是珍珍有个问题耶 因为要说服高年级生做重训 感觉很难 他觉得 我每天去散步啦 教花啦 朱彩啊 或者是去买东西 感觉好像就是 运动啦 他觉得他有运动 或者吃完饭 他出去快走就觉得是运动了 为什么一定要重训 怎么说服他 先从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在每40岁以上之后 每10年大概就会流失10%的肌肉量 大概一年1% 就这么说 对 那如果你没有动的话 来到70岁以上 更是每10年大约15% 所以他整个流失的速度 其实还蛮快的 如果你平常只有可能走走路 或教花 那样子的运动强度 其实会太低 就不够 没有办法让你的肌力再继续进步 延缓这个甩腿速度 重点是 年轻人列重训 就已经感觉很累了 那高年级生练重训 以爸爸的例子来说 对 他大概练了多久 真的有改善吗 真的生活上 靈活度上面 肌力上面 有改善吗 有喔 其实我们练习了大概三四个月之后 有一次他问我说 妹妹我有一次在路上有一个滑板 要冲出来 结果他就很快 他突然跨一大步 就跳开了 对 然后他跳开的时候 他吓到了 我怎么会有这个力气 他重演给我看的时候 我也觉得我从来没有看我爸爸这样灵活的样子 其实那个就是我们下半身的肌力 那很多高年级生会跌倒 没有办法定住 其实都是 而且其实我们走在马路上有很多坎 比方说你从马路要上人行道 要稍微跨步 如果你的速度各方面不对 不小心一半就跌倒了 这也跟肌力不足有关 对 好 所以这让大家增强了很多信心 难不难啊 不会 我们先慢慢来 好 慢慢开始 那我们今天教四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我们要从下半身开始 是 要做的是双脚蹲站 对 深蹲 其实那个跟日常生活的结合 它就是譬如说你从马桶上 要站起来 或者是从很低的椅子 要站起来 很多人到后来会没有这么好的力气 对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在外面的公共厕所 它一定会有把手让你抓 就是会 踩不踩 站不起来 没错 下半身力气不足 那这其实是要慢慢锻炼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双脚蹲站 的深蹲开始 好 那我们一开始可以先拿椅子 来当做道具 所以双脚与肩筒 甚至脚转往外转一点点OK 好 而且呢你刚开始练重训 后面一定要有椅子 为什么 安全啊 对不对 安全之外还可以再提示你身体的动作 那我们想一个提示语 就是你的屁股去找椅子 屁股找椅子 所以这个深蹲啊 你要想的是 髋关节这边先动 屁股慢慢的轻轻碰到椅子 这个时候上半身会轻轻有点往前傾 是OK的 然后再往上站直 这个要点为什么重要呢 是因为很多高年级生在蹲的时候 它立刻就是膝盖就往下 这样子就会伤害到膝盖 对 膝盖的压力就变得比较大 对 那你要先动的都是我们的髋关节 所以第一个动作先把屁股给俏起来 髋关节俏屁股 然后接下来往后做 像你做一样 对 然后接下来 不要真的做下去喔 稍微停留一下 停留一下 你这样才有真的用肌肉去撑住身体 好 然后再慢慢往上站 要停留多久啊 其实你大概一秒钟就可以了 这样子喔 对你有做到这个深度就可以了 稳定 好 然后再往上站 所以髋关节一起动之后啊 后面才会伴随慢慢膝盖一点点往前弯 对 好 所以这个动作对于高年级生来说 不管是蹲马桶 或者平常从沙发比较矮 要站起来等等都很有帮助 对 然后这样往下拿东西的话也是用蹲的 对耶 然后慢慢的啊 可以的话呢 你就可以慢慢不用椅子 你就可以拿掉椅子稍微往后退一点点之后 好 刚刚有提示到了 屁股这边先动 是 就慢慢这样蹲 对 一样好像还是要椅子的感觉 好 所以这样子稳定还不错喔 好 然后再往上站直 就这样 可以做个八到十下 八到十下 一天做八到十下就对了 对 刚刚做的是双脚的下半身运动 接下来第二个我们来到单脚的 那单脚跟日常生活会非常相关 原因是因为它就像是我们走路爬楼梯一样 很多人年纪比较大都很害怕公寓的那些楼梯 对 其实这个肌力还是可以练习的 真的 它就是单脚这样往上 喔 对所以它是会有一个身体的重心的转换 所以反而不是真的去练爬楼梯 而是平常在平地的时候这样练 对你就可以练习 那我们要练的呢就是弓箭步 所以我先讲一下 我会建议大家 你们都可以先扶一个稳定的桌子 因为单脚会牵扯到身体的稳定性 怕大家跌倒的话 那风险就更高了 对 一定要先撑着 轻轻扶之后啊 重心放到前脚 比如说我们左脚先讲 那我用右脚好了 好 然后后脚往后点 脚跟可以点起来 OK 好 你要想跟刚刚伸对一样 一样是髋关节往后 所以屁股这边往后放 慢慢的 所以膝盖大概在脚掌的中间而已 你会感觉到是前侧的屁股 跟大腿后侧这边处理 好 再用前脚力气往上站直 前脚的力气往上站直 你再做一次 好 所以我们后面那只脚是往后点的 对 然后接着呢 不是直接蹲 一样是髋关节往后 所以有点翘屁股的感觉 接着往下 对 都是用也是屁股 然后蹲到什么程度 好你可以蹲到 如果可以的话 像凯月姐很厉害喔 就到大腿水平地面 那甚至是前后脚大概都约略90度的状态 这样就很好 好 蹲多久 蹲久了会开始 很会躲 然后这边膝盖压力太大喔 所以不用喔 你蹲到伸到那个幅度之后 大概半秒一秒 有确定 诶 感觉到这边肌肉有出力了 就要站起来了 OK 我们其实是要这样做重复反复的 不那么建议大家都停在这边 因为那时候你后来肌肉没力之后 就开始变关节的压力 哦 了解 所以其实是透过次数 先下去幅度稳定之后 好 然后再往上站直 而且第一个动作跟第二个动作 我们训练股四头肌 也可以帮助避免关节退化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好 所以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有时候要上楼梯的话 很有帮助 嗯 那接下来第三个动作呢 接下来就是上半身 那上半身我们会有一个推 然后跟一个拉 拉 可是我们平常需要这样推 这样拉吗 其实会有哦 其实我们从床上翻身起来 也是会有个上半身推起来的力气 而且很多高年级身啊 如果今天真的是跌倒在地上 你爬不起来 不只是下半身没有力气 对 其实也有上半身没有力气 把自己身体推起来 我了解 好 那在推的动作 我们要做的是伏地挺身 哦 听到伏地挺身觉得 太难了吧 对 很多人都说很难 其实一开始我们并不是要在地上的 嗯 我们要有一个高度 让你做简单一点的版本 好 再循序渐进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找一个 大概腰肌这边高度 的桌子 OK 你要做的时候啊 一开始你的双手大概比肩膀宽一点点 嗯 好 是手掌是往前的哦 所以不要变内巴的 好 先这样撑好之后啊 脚往后踩 那我会建议大家把脚跟踮起来 等一下动作会比较好做 嗯 好 身体呢保持平的 像是个平板一样 所以很多人可能屁股会太后面 翘屁股 这就不对了 对 腰也会痠也会受伤 没错 就会变被凹的 好 那我们把屁股收回来感觉肚子收平 好身体像是个平板式一样 好 好来然后胸口往下放 对 好 然后再推起来 诚诚我要问哦 高年级生的重训啊 跟一般年轻人的重训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啊 年轻人就直接在地上做伏地挺身 其实没有 其实原则是一样的 嗯 那其实动作的模式是一样的 嗯 我们都是要从这些基础的下半身上半身 那也就是说年轻人做的跟高年级生做的 基本上训练的肌肉一样 可是也很担心 因为他们平常比较不常做运动 对 或者说各种肌力不足啦等等 比较容易发生一些受伤的状况 对 以这个动作来说怎么样做是错误的 好 好 那以这个动作来说啊 因为高年级生的力是可能比较小一点点 对 那蛮长会出现的错误的话呢 会是变成手肘会打太开 哦 这样子哦 对 这会有什么问题 好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肩膀 当我今天变成是手肘往外开的时候啊 你在做的时候会变成是肩膀压力太大 反而肩关节出问题 所以会请大家手肘感觉是向身体后面 像凯云姐其实做的很标准 就是手臂跟身体大概45度的这样做 不要变成是没有力气 结果手内巴手肘外开 这样就会变肩关节压力 反而没有练到前面 胸部肌群还有核心 所以这个动作对于大家翻身起来 或者有的时候到一些地方 它的门好重哦 其实真的很重 对 有一些咖啡厅啊 它的门也好重 光是要推都还蛮吃力的 刚好这个动作就可以帮得上吗 没错 刚刚我们做的都是把身体这样推起来 对 那接下来第四个动作 我们要做的就是拉 拉的动作 好 那这个动作我们会需要弹日盖 来当做我们的道具 然后一开始我们也可以先用 坐在椅子上的形式 好 那拉的话 其实刚刚说门很重嘛 有些是推 对那有些手都拉 嗯 它其实都需要力气 那你从地板上拉重物 其实也要这个力气 嗯 家里 没有弹力带怎么办 好 没有弹力带我觉得一开始 你可以先用大毛巾 那种大浴巾 大浴巾 嗯 不过它的缺点的话 就是它没有一个伸缩性 哦 训练效果还是有限 那如果今天要练到背部的肌群 这其实很重要 不只是拉门 其实它会帮助你身体 也是比较挺直的 哦 比较不强 对 听说爸爸练了之后 体态也变好比较挺 比较挺 对 他就是被朋友说 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有精神 人比较挺 而且看起来好像肚子就变小了 哦 这很重要 真的大家一看就整个人好像不太一样 哦 对 好 那我们在做这个拉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把弹力带放到脚下方 嗯 好 然后慢慢取一个适当距離 你脚可以先往前一点 那很重要的是我们在组 伸直吗 还是这样就好了 不用到伸直 我们先膝盖围弯就可以 有个抵住的 好 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要你想的是 手臂往后方夹 对 所以这样往后 所以我要做的是背后夹的动作 是 OK 好 那很多人在做这个时候 比较常见的错误是变成手 想要拉太高 变成你只想说要把弹力再拉很高 哦 我知道 这个就是用到手肘的力量 我变成 我刚背没有在夹 但是你看我可以拉这样 这样没有用哦 这样其实没有练到 我不是说形状要做得很大 而是你要去想这个手肘 收到身体的后方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且用一点背的力量来带 对 就是用背肌夹起来的力气 你要感觉好像背后 好像有蚊子你可以夹它 对 所以并不是说手臂或弹力大很高 而是背后夹 然后稳定好之后 一样大概半秒一秒 你就可以放回去 慢慢把手延长 背部这边舒展开了 好 然后再收缩一次 对 那做的时候就搭配吐气 就把吐气往后收 好 那久而久之你的体态 就可以变得比较好一点点 那像第三跟第四个动作啊 大概每次要做多久呢 好 那每个动作啊 我会建议大家都做十次 十次 对 大概一组十次 然后呢 你每次的练习 你可以把动作都做各做三组 对 那这样整套 像我们刚刚说了四个动作 每个动作做三组 每一组十次嘛 我会建议你一周 至少要练两次这样子的肌力训练 好 好 好 buen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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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